将一款SV车型在近几年是成为更多相费者的新宠 那对于这个细分市场呢 几乎汽车也没有闲着 推出了它的旗下一款车型 一部Alpha T5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澎湃了 提前静态品鉴一下 看看这款车到底有哪些亮点 首先在外观设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依旧呢是沿用了非常经典的 吉胡家族这么一个相关的设计 突出了数字云设计的这么一个概念 前辆是不是有这种满满的机甲之风 前机杆上呢 我们发现这个上扬的金线 是不是让整个车看上去更加霸气十足 它这个大灯呢 也是采用这种临近大灯的设计 整体的风格呢 是凸显了这种非常犀利干练的感觉 所以呢跟这个机甲前脸搭配上 是相得一张遥相呼应 在车尺寸方面呢 吉胡Alpha T5呢 它的车身长度呢 是达到了4690毫米 那轴距呢是达到了2845毫米 整体的车身姿态 从侧面来看 是不是显得非常运动十足 短前后绳的设计啊 使得它内部的空间的呈现 还是比较喜人的 得防律超高 腰线呢 是呈现这种笔直上扬的形态 而且呢 加入这种光雕形面的一个设计 在这个灯影的效果之下呢 你可以看到它凹凸有致的曲线 像一个威力十足的肌肉呢 在车身侧面呢 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 仪式感十足的隐形 那门把手呈现 最重要的作用呢 是它可以降低风阻 多幅的黑化轮骨设计 而且呢 这个红色卡钦是不是相当耀眼 还有车尾部呢 我发现它的成体设计呢 给我们呈现出这种紧实饱满的感觉 贯穿式的后尾灯 也给我们安排上了 点亮起来 非常吸睛 很多网友呢 关注 作为一款家用SUV车型啊 它这个后背箱的承载空间 到底表现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阿发T5呢 它这个后背箱开口 还是相当宽阔的 而且纵身的这个深度 还是可以 我坐进去 可以非常轻松地装进我 一米八的大长腿 所以一款家用来SUV车型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后背箱的装载能力呢 还是比较可观的 两个登机箱 再加上一个托运行李箱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在这方面 可以满足我们家庭出行的 多长期气球 在内饰设计方面 几乎阿发T呢 是采用这种数字空间 左舱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 整体的展现风格呢 是那种极简之风 看上去呢 很舒服 车内 皮革表面呢 都是想用抗菌的这么一个材料 是不是非常香 这个面板的设计 我是非常喜欢 它是采用这种哑光拉丝的面料 水波纹的棱线呈现形式 当整个车内呢 又增加了更多的灵动感 在科技感呈现方面呢 也是比较亮眼 我正前方 并没有这种常规的液晶仪表屏 液晶仪表屏相关内容呢 是被这个ARHUD所代替了 画质显示呢 是非常清晰 即便是在这种阳光曝晒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能非常清晰的 补捉相关的车辆信息 那我斜前方的这个中控大屏 看上去是不是尺寸 还是相当可观的 内置的高通815芯片 操作起来呢 是相当流畅 思思顺化 而且画质显示呢 也是极其细腻 现在我们这个大屏呢 展示一个大熊猫的头像 我可以清晰的看到 它上面毛发 甚至一些细节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在这个车机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实用 像蓝牙导航电话 这种常用的功能 而且啊 这个可编程座舱 还可以跟我们预设 清新换气 宝宝睡眠 洗车 小气时光等多种模式 还可以根据我们 个人喜好和场景自定义 而且自定义项 可以多达90项 在语音交互方面呢 它是跟我们提供这个 四分区智能的语音交互 可以精准定位到 每个位置 我们乘客的发言 而且可以跟它连续对话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 我也觉得挺实用的 就是这个一连投屏的功能 它可以实现车机互联 而且呢 手机免设置 它支持苹果 安卓 鸿蒙系统平台 让我们办公 休息 娱乐 三项 一点都不误 在极核阿尔瓦车内呢 我们找不到传统这种 物理软件 整个功能呢 都集中在这个大瓶里 所以在中控这个区域呢 你会发现 显得非常干净绿绿 而且啊 它的这个中控区域呢 是抢这种非传设造型 是不是看上去 科幻感十足 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找到了 非常可观的这个储物空间 尤其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呢 随身带这个小包包 可以放置在这里 都是没问题的 中控台呢 依旧延续这种极简的设计 看上去以后呢 极度舒适 这个中央扶手打开以后 也是很有仪式感 幀度很深啊 给大家实测一下 可以到我手手的这个位置 放一些大度物件 或者是550毫升的水 放起瓶都是没问题的 放上盘呢 是想用这种三幅平体的设计 上面呢 给我们安排上了 打孔和缝线的设计 在三点和九点的位置呢 也同样给我们安排上了凹线 便用我们长途驾驶光中呢 提升这种舒适感 在座椅设计方面呢 我觉得极花二发T5呢 也是别出心裁 它是想用这种 韵绿光速印画 这么一个相关的呈现 看上去以后 是不是时尚感和现代感十足 我觉得这个设计 对于年轻人来说 肯定是非常讨喜 整个的包裹感及承托感 是很强的 在亚伍之声这个地方呢 表现挺亮眼 长途驾驶过程中呢 可以给我们更好的 这种舒适性的呈现 而且它标配座椅加热 这可是同级唯一体现 前排三档温度加热 还可以远程提前开启 座椅加热 这是给我们体贴入微的呈现 256色的炫彩氛围灯 也给我们安排上了 根据音乐和车速进行律动 那刚才呢 跟大家聊到了 几乎二发T5呢 它这个得防率是相当高的 现在呢 我们就坐进车内 给大家实际体验一下 前排的头部空间 可以达到1040毫米 现在呢 我们就坐到了第二排 看看它这个后排空间表现 到底如何 头部空间呢 是达到了1020毫米 腿部空间呢 也是达到了917毫米 所以呢 我实际身高呢 是1米72 坐到后排呢 感觉 可以完全轻松的实现 这种蛤 又是它 即便呢 你是一个超过1米8的大个子 坐在后排呢 也是轻松无压力 在后排呢 我们也找到这个 纯屏的地台设计 这个设计呢 让我们的第二排 即便在满人的情况下呢 中间这位乘客 也能很好的体验 这种舒适感 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而且下方呢 也给我们安排上了 一个Type-C的充电口 既能当储格用 而且呢 也可以把这个抽纸 放在里面 非常方便 大腿成多的 这个展现方面呢 我也挺满意 所以坐上去以后 舒适感十足 头顶这个超大的天幕 是不是第一时间 就注意到了呢 这个天幕的尺寸 真的是开到后脑勺了 无论坐在车的前排 还是后排 我们都可以 随时享受阳光的沐浴 但整个车内呢 显着通透感十足 而且在健康方面 几乎阿发T5呢 也是给我们提供了 非常贴心 周到的这么一个关怀 家里有娃的家庭呢 在选择一辆新车的时候 就会顾虑 这个甲醛对孩子影响 是很大的 但是呢 几乎阿发T5呢 它在60度高温暴晒 4小时的测试中呢 车内是近乎零全零本 所以新车 我们就可以大胆用 而且几乎阿发T5 这个四防滤芯呢 不仅满足 CN95过滤的标准要求 具有抗菌抗病毒的相关功能 配合4颗紫外线LED灯珠 能对常见的细菌杀菌率 高达99.9% 牙胶级的这么一个安全水准 所以呢 我们带宝宝出行的时候 再也不用担心 它在车内乱摸乱咬了 几乎阿发T5呢 是拥有24项辅助功能的 L2.5G智能辅助驾驶 可以满足我们 全场景的出行需求 它还给我们提供了 穿线提示 紧急制动功能 前方可探测100度的宽余视角 有效避免鬼探头 电池包呢 是采用这种 全方位的热防护设计 干湿分离结构 一块电池包就完成了 六项的实验摧毁 耐用性经受出了严苛考验 在续航方位呢 几乎阿发T5呢 它这个续航里程 达到了660公里 是同级最长的 而且几乎阿发T呢 也是非常贴心的 跟我们匹配了 800V的超充平台 2.6C的充电倍率 充电速度可以超公里的想象 那在普通快充的充电桩下呢 电量从30%到80% 充电时间仅需25分钟 在800V超充状态下呢 电量从30%到80% 所需充电呢 只需17分钟 是不是相当惊人 今天呢 我们抢先品鉴了 几乎阿发T5 这款车呢 它这个时尚的外观设计 以及呢 这种丰富的科技配置 还有啊 它这个大空间的使用性 都给我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它在这个竞争 十分激烈的细分市场 几乎阿发T5呢 能否大到破腹地 闯出几片天梯呢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那关于这款车 我们网友想能够聊的呢 欢迎在屏幕区下方 给我们今天留言 那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